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朋友啊 你的一些认识的人啊 他的名字有多少少有相同的地方你可以去印证 其实八九不离十的 那今天在那个案例讲之前 我先讲一个也是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题目 就是新生儿怎么样命名 因为是流年开始了嘛 流年开始有些家庭适合生小孩 有些家庭不适合生小孩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就讲这个重点 因为新生儿的小孩的名字 在六年之内 它会影响到他的亲生父母 感情的问题 就是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感情 会不会有冲突 会不会变好变坏 然后钱财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都是因为小孩子的名字 配合着父母的生肖 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小孩子的名字 不是要对他自己好 不仅仅对自己好 而他对父母要好 好比我举个例子 假设这小孩子的名字 对自己很好 对父母不好 这小孩生出来是意思什么 是他要在的 小孩越好 父母越苦 表示说小孩身体好 父母就好像追钱了 或者事业就不好 假设小孩子的名字不好 对父母好 那只来还债人 还债人意思是说 好比一个家庭里面 生个小孩 残缺 或者有些比较大的障碍 就是说身体方便 或者精神方面有问题 那这个小孩搞不好 是来还债的 所以他是小孩越不好 父母越有钱 好比说事业越发达 你说这样子对吗 所以小孩子生出来 取名字很重要 就是这样 在六年之内 六年过了就影响就没有了 那这是我首先开端 跟各位观众朋友提到的 小孩子名字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对他讲 我们今天要解析的一些名字 也都是观众朋友写信来的 第一个名字叫姓张 公传张 叶 讲叶式的叶 庭 是一个孤庭的庭 他是1967年 56年次的 属羊的 是丁卫 南 这个名字 有几个地方 比较要特别跟观众朋友讲的 第一个 讲叶式这个叶 上面一个文 其实已经对所有的生肖都不太适合了 除了马跟猴子以外 因为心猿一马 两只脚一岔开 所以对羊来讲不适合 然后呢 这是屋檐还可以 可是底下批彩衣 这是彩衣 彩衣是什么呢 这只羊已经长大了 因为这个子是21岁开始 已经长大了 要放上供桌 要牺牲掉了 那牺牲的意思是什么 没了自我 成全了人家 意思是说 他犯小人 犯小人 就是别人得到好处 而他 就变成说 为人好 热脸贴到人家冷屁股 反而陷害他 这就叫犯小人 所以彩衣对羊 是包括牛羊猪 这几个生肖 都不适合用这种字眼 那上面这个已经不好了 在他这个底下 阴边又不好 所以阴阳都不好的话 表示他人际关系 他 因为他强出头 他强出头 他其实他是 他是为人强出头 他牺牲自己 所以这个是好人一个 你跟这种人相处 他不会害你 反而是 冥冥之中 他帮助的人 反而害了他 也不是故意害 想帮他做 想帮他解决的问题 反而 帮倒忙 就是 然后在那个亭 我们讲孤 孤庭的庭 是有点点 孤的味道 孤单的味道 对男人来讲 孤单倒是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男人只要 事业够强 然后 欺助要够旺 他其实 他既然犯小人 也表示了 他情路没有 情路 他说 想要 谈情说爱的对象 其实都 都没有 然后 这是第三个 如果说 他加个女子盘 又不可以 因为男人 不能用女 不适合 所以 他这个庭 比较就 变成 除非 他比用家庭的庭 还勉强 可是又不能用 因为家庭的庭 对他还是盯火 跟认水 又充刻 所以也不能用 所以 这个庭子 对于 我们这位 张先生 可以算是怎么样 也可能是种 单身的命 可是 因为他又是强出头 这边是强出头 所以 他做事情 他很积极 很拼 然后 结果 前的 在钱财方面 火跟火 走比望 所以他 撞到钱 有机会 而且 既然走比望 表示 这个火 对他来讲 帮助蛮大 所以 这个人整个 重点是什么 可能是一个 走单身 单身的一个格局 第二个 就是 做事情 做什么 都有 他要去做 还是有机会 他的结果不错 当然 因为这个是牺牲 所以 为人处事 我给他的建议 不要对人家太好了 不要人家讲什么 你就去做了 这样对你来讲 蛮伤 其实 他姓张 公传张属蛇 蛇跟羊走三会 三会是很好的 所以 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人 智慧很高 聪明度 其实也不错 也很聪明 因为这个 燕的中间 这个是一个屋檐一样 对杨雅来讲 也很有 很有帮助 所以他智慧够 聪明度高 结果 收欠 那个 完美一点 就因为 他是比较勉强的 很勉强的做 可是他因为 不得不走单身 所以 本身的福气还可以 所以这就是 张先生我给他的解析 这样下来就像 这位朋友的心脏 然后肠胃 然后 我们所谓的排便系统 因为他阴边没有排便系统 就比较差了 双脚 就不是很好 这就是 我们这位 张先生 我给他的解析 然后 再来 我就解析另外一位 朋友的名字 他姓陈 耳东陈 第二个字是 佩 是人字佩 第三个字呢 是齐 是王字齐 叫陈佩齐 一个女士 陈 佩 齐 是1973年生的 今年 我们讲是62年次的 今年已经 49岁了 要过年了 今年49岁了 叫 魁丑 女 我们讲 流洋 珠 这几个生肖 都怕逢人 第二个呢 在城的大兴里面 雾 一个太阳 就太阳出在灵烧上 然后耳朵又被拎 整个的这个名字里面呢 都已经杀伤到 所以 可以这么讲啊 他是一个好人 他牺牲了 这也像彩衣 也是彩衣 流洋珠就怕不批彩衣 又缝人 人是对他来讲 是有危机感的 当然 单独看人 不算数 可是主要是因为 有个太阳在那边了 所以缝的太阳 要缝的人 再加上王 我们讲流洋珠 为王最大 大的是什么 什么会大呢 他上的贡猪 他最大 所以这个名字 对这位 陈小姐来讲 他又已婚 所以 他那名字适合 怎么讲 应该是未婚 单身的格局 因为你 为王牺牲掉了 所以对他来讲 我们觉得 当然也不能说 他没有婚约 他是有婚约 可是他会为全家挑单子 牺牲了他自己 所以 这是 就算是 他算是一个好太太 因为他不害人 他做事情也很积极 可是 他不会享福 没有享福的份 所以这种格局 对于我的名字学里面而讲 我不会给 刘孩子取这种名字 所以这种名字 表示说 力量不够 OK 好 那今天我就会讲到这边